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是作品好 我们有用心在完成我们的作品的话 其实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 我觉得是天道酬勤吧 就是我们有在为这件事在努力 所以也是属于意料之中 因为我知道的最近的球师最多的就是队长了 因为他就是有一次我们 是上一次做飞机去西安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他在飞机上 然后他看到飞机前面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夹子里面有一段杂志 他就拿出来 然后他就默默地一个人来看杂志 然后他看到有一副图片在那个杂志上 然后他就 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 他可能很想看清楚那副图 他就拿那个手机在那个图上面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就习惯了 觉得那是手机屏幕 然后就开始对着那个图 很认真地在放大 然后这一幕就被我们的四朵欢欢 无意中地看见了 然后就变成了七朵里的笑料 他当时就是觉得 就是这个图我想看清楚 然后就开始对着那个图放大 对 就是他经常会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就坐电梯他会 本来我们要下楼 然后他就摁上 就摁那个电梯的上 我说你为什么要摁上 他说因为电梯要上来啊 欢欢是我们东西 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然后有一次我们试装 他替我们所有人试装嘛 对 然后我们那个试的是金具的装 然后特别漂亮 真的是穿着 哇 那种什么袖子啊 衣服啊 裤子啊 然后画了一个特别美的装 然后他说 他突然突发心想说 诶 我可以唱龚娜哦 然后就在我面前 我说我帮你录一段 然后他就直接开始 啊 哦 超像 真的是超像 女娃对我们之前推出的一首歌 哈尼 它其实就是一种流行舞曲的风格 而且比较甜美 呃 没有中国风 但是呃 很符合我们这个年龄的那种 少女的那种心情 呃 唱出来是甜甜的 所以也会在不断尝试 而且我们呃 推出的 呃 下面会有很多的歌 可能呃 会做一些新的尝试 可能呃 中国风里面会加入大量的pop元素 也有可能说 在pop的呃 舞曲里面 然后做于做属于我们七朵自己的音乐 我一老小嘛 我来说我们的老大 琪姐 琪姐你看就是 仙 一个字就是仙 对 他是特别仙因为他跳舞是真的很美 是真的很美 很好看 然后他是我们中间最具有古典特色的一个人 他真的是 有时候他平时生活中带仙范 就比如说我们谁回头叫他 琪姐 哎 就会真的是 真的 对 他是真的有那种古典那种气质在的 那这样轮的话 那我就来说我旁边的耳朵吧 其实大家看到他都是很霸气的一面 实际上 他内心是非常小 小百合 而且他对待事情都非常的认真负责 比如说就是我们领导 然后说让他来帮我们安排个服装啊或什么 他一定都是尽心尽责 然后时刻在 对吧 为人民服务 对 那我就说旁边的老三吧 他呢 跟我一直都很闺蜜 然后因为我一直说他像我的一面镜子 因为我跟他性格非常的像 但是我觉得他就在他身上有些反映出来一些事情 我会觉得 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然后通过他可能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或者是优点 不足和优点 重点在优点 然后我会向他优点学习的 嗯 然后就是所以我一直都管他叫Miro蓝 就是我的镜子蓝 嗯 然后他很贤惠 其实他虽然是很大头瞎 但是他很贤惠 他真的是虽然有一些毛病 真的是想无数次的想把他撕碎扔出去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讨厌起他 就是还是很爱他 换换呢 其实大家都被他的身高 被骗了 反正我在我的印象里 我觉得他的身高跟他人个人的性格一点都不搭 他 所以他性格很像个小孩子 然后他又是白羊座 所以他被什么都特别感兴趣 就像刚好奇宝宝一样 但是他偏偏长这么高的个子 还有有那么点大的头 他是我们队里的开心果 那我就说队长好了 其实队长 其实在一个团队里做个领导是很难的 然后呢 他是一个 就是很会替我们着想啊 然后 说完了 有点完了 说完了 就是他 他是一个很细心 然后做一个领导 虽然他没什么领导份 但是 他很多 就是在我们需要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他会给一个方向啊 会下一个命令 但听不听呢 也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领头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队长对一个团队的一个作用吧 他也很辛苦 对 中文字幕志愿 有啊 有啊 因为我们七朵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 像 演戏方面的话 二朵啊 六朵 他们都是这个专业的 可能以后会往 这个方向上 再发展 然后再 可能他们自己也会 找机会提高他们自己 然后 还有 对 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 有可能有一些人会往综艺方向 有的人就专注于歌唱方向 还有有的人 可能 每个人就根据自己的特点 再提高自己 然后 定位 再由公司打造 进入到各个 各个领域去 发挥自己的特长 五十六目 我比较喜欢唱歌 所以如果在心心烦躁的时候 但是又抒发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开着车 然后放着很大声的音乐 然后把窗户都关上 然后就 就是 就是各种大声的 吼歌 就是 可能就是一种宣泄吧 可能就是 喊到最后 吼到最后的时候 眼泪出来了 我就舒服了 我一般就很累的时候 要不就是在家做吃的 要不就是做家务 就是 抹地板 然后抹瓷砖 抹那些脚脚缝缝的地方 抹完之后 然后就很累 很累就睡一觉 然后第二天就会觉得 爽很多 压力大就劳动力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妈妈其实有时候挺喜欢我 心情不好的 她觉得特别好 就马上那个家又焕然一新增亮了那种感觉 我自己有一个方法 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是我会吃冰淇淋 就是 就是如果真的很难受的话 我可能会买一个自己喜欢的 不管它多贵 平时多舍不得买 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肯定会买 然后就是那种冰淇淋甜甜 然后凉凉感 就是一入口 我可能心情马上就会好 好很多 然后我马上 只要一吃完 我马上就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自己再做 再规划好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到的是我们12年的专辑 还有蝴蝶链的签名海报 然后我们的新专辑 在2014年的年中就要发布 也希望各位网友能够关注和支持我们 然后这个这份礼物呢 是送给五六网的网友们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希望各位网友能够 从我们的歌曲里面收获到自己的幸福 然后满满的正能量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中国风的歌曲 喜欢我们七夺组合 谢谢大家 你我好比芳草比连天 微风细雨潇测在眉间 你我好比声歌轻不快 鸟鸟吹烟飘荡在山前 泪痕点点早已化成仙 爱恨青春为友情可怕 谁知红颜好 此一夕情梦 伴我轻易乱月飘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